五一年假后市场涌现买菜人潮 鸡肉摊钱民众不敢买太多 因为近期又涨价 4月30号养鸡协会公告 白肉鸡价格从39元涨到40元 民众买不下手 摊烧也越来越难卖 因为全球气候不稳定 温差大加上禽流感疫情严重 还有饲料费涨价 除鸡陷入打缺货状态 比较112年第15周 除鸡数量412万只 过去平均都可以达到530万只 足足差了一大截 从源头就开始缺鸡 成本也升高 肉鸡原本的价格大概有涨一倍 那仿鸡的话差不多涨了四五成有 东西贵那客人就选择性就可能不吃 根据他们是生产的状况 去做出鸡场烤架 会有这个H511的禽流感影响 根据农文会统计 批发市场白肉鸡平均成交价 112年4月底涨破66元 相较去年同期足足增加6块钱 而土鸡肉也受影响 成交价从96元标到107元 而这波涨价也让下游商家大受影响 鸡肉猪肉都长得很厉害 多一半 养鸡协会预期这波缺鸡潮 得等到七八月气温回升 禽流感疫情也趋缓 土鸡的数量才有可能回升500万只 渴望调降价格 而针对这波缺鸡潮 认为会紧急增加 鸡值进口数 供应跟生产是相对的稳定 半年内白肉鸡的国外的进口量 每个月都会超过2万吨 鸡蛋黄采干缓解 现在鸡肉缺货 拉紧爆又涨价 万物皆长的时代 民众生活真的不好过 这周先姐晚一提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